大家好 我是莉莉 这套萌拔数学是适合七岁小朋友的数学题 下面我们来看题目 今天的数学题是看图说话 它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大家这个以后学习应用题打下基础 那么桌子上就放了有几个苹果 请小朋友用不同的方法将它描述出来 那你有几种描述的方法呢 第一种方法是最直接最简单的 盘子里呢就有三个苹果 盘子外面有两个苹果 那么一共就是有五个苹果 这是由分到种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 这个桌子上呢 一共就是五个苹果 盘子里面呢就有三个 盘子外面呢是两个 这种呢 由总到分 第三种方法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 这里一共有五个苹果 盘子外面两个 但是盘子里面有三个 跟刚才呢这个 在说苹果的这个盘子内外这个反过来 这也是由总到分 第四种方法 我们再复杂一点啊 盘子里面呢就是三个苹果 盘子外面两个苹果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啊 盘子里边比盘子外边多了几个 一个 那么盘子外面比盘子里边少了几个 也是一个 那么这个呢就是用到了 比什么什么多 又有比什么什么少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这都是我们以后呢 小朋友学音音题的时候要用到的东西 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道题 来训练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 养成一个有顺序的思维习惯 把自己脑子里边的想法 逐条罗列出来 再整理归纳 这对以后呢 学音音题很有帮助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